好漂亮 非常的漂亮 给你们看照片 刚刚当上阿公阿嬷 于天和李亚萍实在难掩兴奋 忍不住害万界分享 宝贝孙女小公主的可爱模样 还爆料女儿于彦琪 本来想自然产 但实在耐不了孕前阵痛 临时投降 昨天晚上三点 半夜三点就在痛了 对 痛了之后她就一直忍 忍到早上六点多 实在痛得受不了了 连哭带爬的跑来医院 于彦琪在日四号上午产下千斤 宝宝重达3150公克 就像妈妈一样 发量不少 眯着眼睛 微微张嘴的模样 更是超级萌 但这回于家迎来小公主报到 真的得来不易 躺在病床上 虚弱牵起妈妈的手 于彦琪在四年前 被诊断出 罹患直肠癌第三期 历经十二次化疗 才总算康复 有了健康的身体后 她也谈起恋爱 和小四岁的男友 稳定交往短短半年 就被发现身材变圆润 甚至连老爸于天 都刻意在节目上 练习抱娃 引发遐想 抱孙胃乃全都来 于天做足准备当阿公 如今总算美梦成真 于彦琪也预计 在明年和老公不办婚宴 希望成了人母后 也能当个漂亮新娘子 记者动用距离一圈SNG小组 才被报道